你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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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没结过魂吗 你听谁说他没结过魂 我母啊 你看好了啊 这位 这位就是夏伊南同志的爱人 彭光明 口口声声说什么 要照顾光明哥哥一辈子 真是早就用打算了 真是当了表夫还想立牌子 你这 这 你这 马同志 对不起啊 我妈骗了你 我已经结过魂了 这就是我丈夫 所以我没法跟你相亲 这伯母你这 蒙了我呀 小 小马 那个 我先送你回去吧 有些事咱们慢慢聊啊 这里边挺复杂的 对不起 我回他我跟你先说 那个夏伊南同志 再见啊 有毛病吧这人 不是 伯母啊 你不是跟我说你女儿是黄花大闺女吗 你这这 这咋还结婚了呢 我跟你说 这事挺复杂的 也怪我没跟你说清楚 这个黄花大闺女 肯定是黄花大闺女 丈夫呀也肯定是丈夫 你别着急 你听我跟你说啊 是这么回事 结婚第一天哪 这婚礼还没办完呢 这不就出车祸了 好 洞房都没入 那你说还不是黄花大闺女是什么呀 是这样啊 小马 你觉得我归你长得周整吧 好看 咋长呢 长得那么好看 瞧上眼了 我瞧上眼了 他没有用啊 他都结婚了呢 我不是刚跟你说的吗 他就是个形式 形式婚姻 他不是事实婚姻 你看看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我说句难听的话 你可别不高兴 我女儿要没这么一个形式 那真都轮不上你 你说是不是 那我信 我信 我信 是是是 所以啊 所以我说啊 只要你有决心肯下功夫膜 我一百个支持你 伯母啊 我这工作兴致不行啊 跑长途经常出差呀 这这 经常不在家呀 没事 工作应该做的啊 但是你别怕你 就这样 你跑完长途回来呢 你就买点礼物 过来看看他 你呀 千万别提出对象 这几个字 你就是以朋友 朋友过来看看嘛 关心关心啊 聊聊天啊 交流交流 我明白了 我告诉你 时间长了就有感情 这人呢 就是个感情动物 你有了感情 啥事都好办啊 行 对吧 伯母 我就按你说的怎么办 嗯 你放心吧 您这 赶紧回去吧 老了 老了 我回去了 你送你的啊 好 好 好 记住了我的话啊 好嘞 好嘞 陆医生啊 我都打听过了 你是咱冰城最好的医生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我大哥的病能不能治好 你说这是什么事 好好的一个人 好好的一场婚礼 好好的一个家 现在变成这样 是 好好的一个大老爷们 突然变成孩子 一家的担子 却落在下一男一的女人身上 是挺惨的 二嫂子 何阿姨饭都没吃就回去了 她今天到底什么意思啊 来 不是跟你们解释过了吗 不是跟你们解释过了吗 喝点汤吧 啊 怎么了 都没 没什么 没什么 有什么事啊你就跟二婶说啊 别憋在心里 东梅她就是个孩子 她敢说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 我就这个意思 我告诉你夏依南 你想令潘高知 没有问题 但请你把话说清楚 你不要嘴上把自己说得 跟一朵白莲花一样 什么要照顾光明哥哥一辈子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是孟姜女呢 我怎么令潘高知了 什么叫令潘高知啊 你给我说清楚 还不承认 你把我们全家人 都当傻子了是不是 人才今天马安全 都找上门来了 指不定你在背地里 还勾搭了多少男人哪 莫莱莲 你别乱说 这事我根本不知道 是是是 嫂子 我们相信你啊 白莲 嫂子多是那样的人 你相信谁呀 你知道什么呀 你了解她夏依南吗 我告诉你 她做这些全是她装出来的 她早就想把你们家 这些烂摊子甩掉了 现在我嫁给你彭光荣了 看见了吗 迫不及待地 就开始找夏家了 陆百灵 你最好少说两句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对我不客气 怎么了呀 心虚了 陆百灵 你记住了我是你二嫂 你说话放宗咒点 二嫂 我告诉你啊 在车间有人给你撑腰 这是在家 在家我可不怕你啊 你二嫂怎么了 二嫂就能在外头勾搭别的男人了吗 百灵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有本事你再说一句 百灵你就少说两句 你别动 我就说怎么了 你就是在外头勾搭别的男人 快点 你干吗 我给你撑腰了 快点…快点 快点 抱点哥哥 走 走 走 阿玲 好好吃个饭嘛 你干吗呀这是 我不吃 不是 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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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个饭嘛 好好弄成这样 我干吗呀 吃饭 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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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在 我不怕 你说说我 我以前对向一南还那么大意见 什么事我都怪他身上 后来 我看见他真是无怨无悔地 照顾我大哥和他一家人 我才知道 向一南真是个好女人 你刚要不出这事 这俩人在一起 得是多幸福的段啊 还有陆医生 还有你 这些日子 你对我大哥一家做的事情 我都看见了 你是个好人 我宋建军 认你这个朋友 我宋建军 认你这个朋友 陆医生 你别怪我堵嘴啊 你说你这么好的一个人 没啥离婚呢 咋个事啊 爱叔 你说二婶 要是真走了 我们怎么办呢 你就 就这么跟周医生离了 你说你们这 这日份子还挺有意思 你说好好日子不过 你说老出啥国呢 你说这样可好 把你一个人 扔在这儿耍光棍 那你当初就应该拦拦他 别让他出去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兄弟啊 人格有志 就算是两口子 也得尊重人家的选择 我拦得了医师 我也拦不了他一辈子 那你好好压人可惜了 那你以后打算 怎么办啊 也不能这 一直担着呀 是不是在找一个什么人 再尝一个新家呀 不用 我觉得我一个人挺好的 真没想过 成什么新家 兄弟 我跟你说我的事 你别笑话我啊 那我哪儿是个笑话 你说 喝一个 喝一个 我觉 说不定哪天 他就能带着我女儿回来 那你就是心里没放下 钟医生 那你就一直还想着他 等着他呢 有情有义 所以爷们 兄弟佩服 来 再找一个 凭什么 来 凭什么我走 凭什么我走 我也是庞家人 我就回去 夏衣 你算什么东西 你去哪儿罚我 冬菲啊 你怎么哭了 你别哭了 在这里擦擦 冬菲啊 其实三婶知道你没什么难过 因为你那么相信夏依南 她就在背地里跟别人相亲 你觉得被她骗了 是不是 其实三婶心里也挺难过的 不过冬菲你放心 她夏依南不管你 你还有三叔三婶啊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饿着的 其实说实话 她夏依南能干出这种事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因为她就是这种人 口是心非 两面三刀 她不光对你们这样 其实她对我也是这样 嘴上说着帮我写推荐信 可是背地里却写检举行呼告我 害我没被驱为选上 被分配进了车间 被分配进了车间 冬菲啊 其实你二叔的事 也是因为夏依南 你说什么 就他们俩结婚那天呀 夏依南非逼着你二叔回去 给他拿新衣服 当时时间多紧呢 所以你二叔在忙中出错 出了车祸 不见自己昏迷了 不见自己昏迷了 还差点害了我 其实你奶奶的事 也是因为夏依南 当时你二叔出了车祸 我们都瞒着你奶奶 不想告诉她 是夏依南一开口 就把这事告诉了你奶奶 那老人家一时接受不了 才中风去世的 是她夏依南 害得我们家破人吗 现在可自己却在背地里 倒出相亲 想拍拍屁股就走人啊 你说她算什么二嫂 她是算什么二嫂啊她 她就是咱们老鹏家的罪人 是她毁了我们 这么一大家的人 来 吃点 公叔 我说说你 我 你 为什么不成个家呢 兄弟 我看那个 乔彩霞 打住 那是我妹子啊 跟我扯不上任何关系 就跟陆百灵跟你一样 就是妹子关系 那能一样吗 陆百灵是我亲堂妹 我们俩有血缘关系 那是真的扯不上关系 可是你跟乔彩霞 你们俩是有可能的 你老大不小了 你就没想过成家过小日子 我说过 我哥的日子过不好 我就不成家 我就是不会过我什么所谓 我自己那个什么小日子的 那你哥这事跟你结不结婚 那也不矛盾呢 陆医生你不明白 车祸的事多多少少也怪我 我就不该把车借给我哥 这事搁到我心里 过不去 所以我现在就想好好地帮下一男 照顾好这一家人 你说她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看着她这么辛苦这么难 我这心里不得劲 你说她一家人小了小病了病 还有那个没用的那个什么彭老三 这屁用都没有 那咋整一天 我那跟妹妹嫁过去了 也没起什么好作用 兄弟我跟你说 我一想起我这妹妹啊 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了你 陆医生 那可是你妹呀 我还没好意思说 那你都先说了 大姨妹亲痛快 来来来 再走一个 这大姨妹亲 来 多这ил made a message 来 候洋言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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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梅 大姨 techniques 混发が上的 多姨妹 多梅 你跑哪儿去了 这他晚上都找你半天 不好着呢 不用你管 东梅 陆百灵 你是跟东梅一块回来的 他怎么了 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 怎么在下一男 还想打我呀 有本事你打呀 来 打 我是问你 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你还有脸问我说了什么 人家马安全都上家来坐着了 用得着我说吗 妈 我知名你害死了 你们几个睡了吗 我可以进来吗 二嫂 进吧 方梅 别看书了 我呢 是有几句话要跟你们说 今天呢来家里那个马安全叔叔 是奶奶不经过同意叫到家里来的 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你 我不会离开你们 不会离开你们二叔 更不会离开这个家 我哪儿都不会去 我会一直陪着你们的 嗯 所以啊 你们要好好读书 心里不要瞎琢磨好不好 好 好 都没你呢 行了 太晚了别看书了 睡吧啊 你们两个也睡吧 睡觉吧 坐 走 000 你快吃了 铁神哥 大小牛不温似这样子 都 不服 走吧 走了 走 水 好好好 我跟你打 出来 铁神哥 何岁了 笑你吗 我孙小军一定会帮你 我帮你一辈子 一辈子帮你 这不是傻依赖 还说自己不喜欢他 喜欢就是喜欢 什么人 然后跟我去打 我说你 我唱了 你唱了 你唱了 我唱了 我唱了 你唱了 我唱了 你唱了 我唱了 我唱了 来 老三 彭光柔 你出来 来了来了 怎么了 嫂子 我这步票 你看见了吗 我 我 我拿了 给百灵治了几身新衣裳 你怎么又不问自取啊 这是我攒的步票 我还有用呢 不是 二嫂 你不是总说咱们是一家人吗 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呀 不是 再说了 你一个人 你要那么多步票干吗呀 光明哥哥现在这样 你他本人再光鲜 他也看不明白 那你想给谁看呀 陆百灵你给我闭嘴 不是 不是 嫂子嫂子 你别着急啊 别生气啊 那什么步票我确实拿了 我也用了 你看是这样啊 你平时不是忙里忙外的吗 也用不着新衣服 我再说了 厂里不是发工作服吗 是不是 你也够穿了 这步票我没用了就用了呗 这步票我攒了这么久 是有用的 我竟然留着过年给光明 还有孩子们做新衣服的 至于我自己做不做 用不着你们安排 还剩多少 都给我还回来 是 上没了 什么叫上没了 这就是用完了 我攒了这么多步票 你们都用完了 太过分了吧 你二嫂 你急什么呀 我跟光荣不就是做了几件新衣服 用了几张你的步票吗 你说你那么凶干什么呀 你嘴上说得好 给光明哥哥给孩子做新衣服 那光明哥哥现在这样 你给他穿龙袍 他不也不知道吗 你再说这几个孩子 现在正是爱玩 爱闹的时候 那整天得哪儿做哪儿 做新衣服它不也是浪费吗 你是不是想留着打扮自己啊 不知道你说 整天安的这是什么心思 有本事你再说一句 你再说一句 彭卯容了吧 林 你们两个听好了啊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方式方法 必须把这部票给我还回来 我就不还 你能把我怎么样 不能这么着 我这个人啊脾气好的时候 你说啥都行 可真把我惹火了 你试试 只要你们有本事把新衣服穿回来 我就有本事让你们好好看看 什么叫补条子 不对 什么叫新补条子 这可吓死我了 光荣啊 他威胁我 没没没 没错 我就是威胁你 不是 二嫂 二嫂 这么着行不行啊 你看 那个 你看这衣服我们做都做完了是不是 这个 布票这事啊 咱就先翻篇了行吗 等回头 回头发了布票 我第一件事先给光明哥 做一套衣服 行不行 至于那几个孩子呢 那个 咱一起 一起咱打 争取过年的时候 都给咱们吃一枝 好不好 老三 这可是你说的 你不要给我记住 你别想糊弄我 我会找你要的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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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弄那么多布票去啊 不是 想办法嘛是不是 想办法 那个 宋子 你看 这一家人是不是 都舞刀弄枪的多不好啊 你说我二哥要是懂事的话 他看到这个得多伤心哪啊 老三 你别有事没事搬出你二哥 但凡你心里有一点你二哥 你都做不出来这些事 你们口口声声说一家人一家人 我希望你们首先 时时刻刻要记住这一点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希望你 一定要 肥咖 这个 怎么那么凶 对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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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嫂做衣服 把布片都用完了 还是二嫂对我们好 二婶 要不是因为她 咱俩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葡萄梅 这跟二嫂也有什么关系了 葡萄梅 葡萄梅 看小人说呢 你看懂了吗 这上面说的什么呀 你给我讲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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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跑 跑 你坐下 还是我给你讲吧 来 我给你讲啊 你看 这是小英雄雨来 这是雨来 雨 来 嗯 这是雨来 雨来的家 在靖茶记边区的芦花村 村边有一条河 河的两旁长着很多芦苇 你看芦苇 芦花开的时候啊 被风引吹 就飘飘洋洋地飞起来 村里村外到处都是芦花 哇 你也是 是 有点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那 我 我 二嫂 我们上学了 去吧 再见 你干什么玩意去站着跟女鬼似的吓我一跳 宋天军 我上了一碗伞 你必须给我做情组 你本来喜欢夏宜蘭不喜欢莫 你别胡玩了 我怎么会喜欢夏宜蘭呢 你最爱很胡麻了 你一直在做夏宜蘭 你自己都不是喜欢她 前面有不成人 我告诉你 夏宜蘭也是我嫂子 我怎么会喜欢她呢 你再给我胡在买斩 你走走走 你走走走走 滚了 胡言 宋天军 你这是真的喜欢上夏宜蘭了 你疯了 她是你大哥的女人 是你大嫂啊 二嫂 我们回来了 二叔 二哥 二叔 二叔 多美 怎么了 多美 大嫂 大嫂嫂 最近你怎么总是不开心啊 我有什么好开心的 二嫂对我们那么好 你怎么老是不爱搭理她呀 她又不是我们家的人 她怎么不是我们家的人 她可是嫁给了二哥 她早晚都会走的 她早晚都会走的 她不是我们家的人 东青 你这个姐呀 我姐怎么了 真是让我操碎了心呢 真是让我操碎了心哪 走吧 叔叔带你上团去 慢点慢点 吃点鸡蛋 吃点鸡蛋 怎么了 董妹 你们学校邓老师来找我说 你最近学习纯积下降很多 为什么呀 董妹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你可以跟二婶说 我发生什么事不用你管 我是你二婶 你有什么事我肯定得知道呀 我得管你呀 你最近老是跟我作对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我做得不对的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会改 董妹 董妹啊 我发现你最近状态不太对呀 你说二婶好端端给你加个餐 让你吃你不吃就不吃吧 你什么态度啊你 我就是不想吃她做的饭 二婶做的饭这么好吃 为什么姐姐你不想吃啊 董妹 你得尊敬长辈 二嫂是你的长辈知道不 不想吃就不想吃 我吃饱了大伙慢慢吃 董妹 你回来坐下 董妹 老三 你看着你二哥 为他把饭吃完 董妹 怎么了这是 来来来 哥哥哥 咱吃咱呢 吃咱呢 吃咱呢 来来 吃 董妹 董妹 我站住 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 二婶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要是我做错了 你说出来 你告诉我 二婶可以改 改 你怎么改 你能把二叔还给我吗 你能把我奶奶还给我吗 我知道了 我全部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我知道 二叔都是为了帮你拿衣服 才会去折祸的 是你害的 二叔是不是 是不是你 你害了二叔 你还害了奶奶 你害了我们整个家 东梅 你二叔是为了帮我拿衣服才 我不听 二叔变成这样子 奶奶变成这样子 我们家变成这样子 都是你爱的 你还会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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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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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承认 你二叔发生车祸的事 不是 我有责任 我绝不会推脱 我今天就把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完完整整地告诉你 如果听完以后 你觉得还是不能原谅我 那我也没有办法 白玲啊 你说东梅这孩子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横竖跟二嫂不对 东梅这孩子性子裂呀 夏依南把相亲对象都带回家了 都没看见了 心里能舒服吗 这事啊 那不都说明白了吗 那根本不是二嫂相亲对象 都是他们家老太太瞎折腾的吗 这是现在出事了 都推她妈身上了 夏依南要是不同意 她妈敢在这儿瞎折腾吗 我告诉你 就是她自己想相亲 你看着吧 没准以后啊 跟你大嫂一样 跟人跑了 不能吧 那二嫂真要撂挑子了 咱们咋办啊 怎么 怎么办 你妈是把孩子都托付给她夏依南了 她都弄得了挑子 我们也撂呗 那不成啊 家里那么多孩子的 总得有人管吧 你管啊 你管得了吗 不行 我得给东梅好好说说 不能让她跟二嫂闹别扭 这哪天真把二嫂气跑了 咱这家不就完了吗 闹呗 想闹就闹呗 闹得越大越好 百年看这话说的 你压人吗 闹什么呀 彭光荣啊 你还好意思说 想当初是你答应我的 我一定会选上去尾的 你答应我的事你做到了吗 你做到了吗 你这旧账怎么又提起来了 那事情不都说明白了吗 那不是二嫂举报陷害你的 你怎么还过不去了呢 我就过不去 就算不是她举报的 那她也不是好人 我就跟她过不去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那天发生的事情 我已经都告诉你了 至于你愿不愿意原谅二婶 由你自己来决定 但是不管怎么样 二婶都会努力地 去做一个好妻子 好嫂子 好婶婶 照顾好你二叔 照顾好这个家 既然你说你爱你二叔 那你就要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爱护好自己 不能动不动就离家除早 你记住了啊 你只有学习成绩优异 你将来才能考上大学 才能做一个 有出息有用的人 才有能力 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照顾好自己的家 明白吗 行来 你们上学去吧 要好好读书知道吗 嗯 嗯 去吧 二哥 我们上学去了 滚啊 滚啊 怎么了 你别着急 他们就去上学去了啊 放学了就回来陪你 你别难受 亦南 妈 你赶紧上班去吧 把这儿交给我 别迟到了 行 妈 那辛苦你了啊 对了 就 你别再把那个什么 马什么的 往家里带了啊 要不我可真生气了 我可真保不齐 还让你进来 没法 可真不要 我会购乱 来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